哭哭了,他就跟我讲 我喜欢男孩子的 我是同性恋 那时候其实我还不大明白 什么是同性恋 可是我很镇定 我就笑笑跟他讲,不要紧,同性恋也是人啊 只要你是我的孩子就好了 你什么恋都OK的,就踏啊,去大众书籍 去找什么书籍 有同性恋的,有关于同性恋的书籍 我全部在那边看了整个笑话 我这个期待感动 很小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有点与众不同 奇怪,这么多他没有看女孩子 小女孩子,我过中午到极美 在那边摇摇摇,他从来不看咯 可是如果有男生 走过,哇 是吗? 很小,十二三岁 我就感觉,嗯,这么多 我的儿子不看女孩子,这样漂亮 你也是没有掩饰的 没有掩饰一下 都是那边的邻居嘛 都认识了等车 你看到我儿子等车上什么车吗 没有哦,没有看到你儿子 那我就吓一跳了哦 他去哪里也不见了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了几次过后 我就有点担心了 不知道谁把他带走了 是哦,就是哦 我就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上一辆巴士追到他学校去 刚巴士也是很快一下 追很快 他同班同年走出来,我就问他 你有看到啊,他来学校吗 有啊,进去啊,讲讲来 不知道啊,就 感觉到他好像有 秘密 一个男的,在他这样 哦,男朋友啦 第一人啊 然后那时候你就问他 过后我就说,你这么 会给那个人再去学校,你不怕危险咩 他是谁 那时候他是哭着去学校的 哦,我吓到以为他被管去了嘛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这样啊,会当啊 因为以前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很多年前嘛 所以变成说,当我们发现我们 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 同学就会给你一些讯息 就是说,不要给妈妈 或家人知道这些事情啊 就是说,可能他们知道的话 长辈知道的话,他们会不能接受 反对还是什么 然后又怕等一下 没有想到妈妈心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跟妈妈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哭了,他就跟我讲 我喜欢男孩子了 我是同性恋 那时候其实我还不大明白什么是同性恋 可是我很镇定 我就笑笑跟他讲,不要紧,同性恋也是人啊 只要你是我的孩子就好了 你什么恋都ok的 你太早了 你太早不到我的感动 他刚开始不久,sorry 我已经预备了 厉害了 你先准备一下 我就是敢抱着一个心态手 要紧同性恋就同性恋 你喜欢男孩子就男孩子 只要是你能活着就好 好好的过程子就好 就是反正你种子就是我的孩子 第二天我就踏去大众书籍 去找什么书籍有同性恋的 我关你同性恋的书籍 我全部在那边看了整个笑话 我这个天太感动了 整个大众书籍只给我找到两本了 因为以前还没有讲什么 看你一看只是看什么 一直来一直丢炸弹的 以前是不是也没有在网络的一种办法 所以就找不到这么多这些资讯 在报纸上看到同性恋的东西也没有得看了 是哦 很难找 马来西亚不可能会有在这种公开的 像电视啊广播不会有讲到同性恋的 姐姐应该都知道咯 那晚过后我有跟他讲 可是他给我的反应很激烈 他哭到 姐姐 我跟你的 你妈妈还要激动 我姐姐 我姐姐看到我 只要凡事见到我就哭 他差不多有哭整个月了 他一直哭一只哭 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讲 大家去看医生 有病 这个是病来的 看医生会好的 他讲他都没有生病 看什么医生 我觉得你姐姐很安逸 也是很爱你 他虽然是讲有病什么 可是他又不了解 他很疼 他很疼 所以他很痛 他心感觉到很痛 这么我弟弟同性恋 然后他跟我讲 这样他不是不能传宗接待了咯 然后安逸你讲什么 我跟他讲 无所谓啊 你都有两个孩子了嘛 我反正都有孙了嘛 不需要他在传宗接待了 只要孩子开心就好 只要他们开心就可以了 诶 这样子 亲戚啊 还是邻居啊 全部人都知道了 呃 我是没有特意去讲咯 只是有人会问咯 一到亲戚还是朋友 哎 你的孩子 亲老婆没有 然后我讲没有 还这样年轻 因为我看他时常跟一个男孩子哦 我说不要他 他女朋友 然后他对方怎样 他对方 蛤 他你这样可傻 哈哈 安逸会不会有啊 每一次就很期待人家问 他女朋友 然后就看人家的反应 安逸其实很好 这样子你就是不会去隐藏 也不会 嗯 我从来不会隐藏 你们要问我就坦白跟你讲 我不怕人家讲也不怕人家笑的 因为我女孩子回忧 我们去一个电脑展咯 嗯 然后刚好遇到他同学哦 以前读小学的同学 那个男孩子就问他 诶 你最近做什么行业 我做头发 我就斜头发 哦 原来是斜头发 难怪啦 斜了头发的男孩子 都变成街楼了 对哦 笑笑跟他讲 哎呀 年轻人啊你讲错了 不是斜了头发哦 变成街楼 是他本来是街楼 所以他去斜头发 对他们你有什么看法 嗯 刚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有问过他一个问题 问给你 哈 我问他你曾经 走过几个男朋友 嗯 然后他有跟我讲 要我讲为什么你不要找一个 哦 永远的 走到老的 他讲很难找 嗯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到老 嗯 哈哈 到时候我看不到了 什么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讲 怎么看不到 其实我开这个节目到现在啦 就一直一直收到有很多观众朋友 他们的留言或信息 其实有很多人 同事朋友跟我说 他们家里的状况 就是他们可能公开了他们的身份之后 他的家人就是甚至会赶他们出去出门 然后或者是感情从此破裂 或者是就是不认他们这个孩子 我想就是小文阿姨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就是家里也有彩虹宝宝的父母说吗 这个情况我也看到看过 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你的孩子是同性恋者 我们做父母也要负责的 是我们把他生出来的 他都不要有这样的事情 他要给人家看片面他也不想 对对 是人的眼光 把他们看成怪怪的人 他们也不希望的 对了所以我希望他们 父母能够延伤他们 其实他们也没有错 要澄清他们 你介绍他们了 你多一个孩子 多一个女儿 可恶不回呢 可恶不回呢 我知道了 没有一个人想要去走那种 这么能走的路 如果我真的我的孩子 是这一条路的话 我真的希望他能够 外来的这种东西 我必把父母很辛苦的 把孩子带大 你们就不要这样子 去对待别人家的孩子 然后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真的是同性恋的话 请你们想一想 在你怀着他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当他生出来 当baby从小照顾他 你爱他 到他长大 然后你发现他是同性恋的话 为什么你还要赶他走 他不就是 从小呢 他就只有你而已 他就只有你们 可是他长大了 为什么你发现他的同性恋 你就要跟他脱离关系呢 我觉得你的孩子会非常非常伤心 我想说 如果是我们的孩子 都是同性恋的父母 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你们的孩子 因为孩子也只有父母最亲 自己父母不接受 你叫他怎样做人 怎样活去 真的 我们接受他了 他们才有勇气 继续走下他们的路 活得很好 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 我不想 对我不想要 就是要强迫大家去接受 同性恋伴 真的 我觉得至少要有个尊重 最最最后 阿姨 要什么话 想要跟sliver讲 吼 跟他讲 哭 哭 我要跟他们讲 两个都讲 OK 我希望你们能 活得很好 所以要活得就好 要活得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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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得不要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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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